大家好,我是Moonnote 最近李荣浩的《乌梅子匠》特别火 我关注的很多歌式wayup都在唱这个曲子 我听下来这首曲子其实是一首很不错的 很抓耳的这么一首中文流行歌 但是实际上在我看到的这些评价里 似乎这是一首烂歌 我非常迷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曲子的评价会这么低 难道我们国内的音乐听众和音乐从业者终于迎来觉醒了 终于考虑要在音乐本身上开发出更多东西 终于要去享受更好的音乐了 事实上我还是太高估各位的水平了 这些恶评听众主要还是两类人 第一类是想要彰显自己很有品位 想要在精神方面提高自己的地位 而具体的做法是踩在别人身上 甚至还去踮脚 在我的经验里 这类人一般不在乎音乐本身的好坏 毕竟一群没有实际创的经验 也拒绝学习音乐听过的曲子数量也有限 连最容易听到的旋律都只能唱准个七七八八的人 本来也就不能指望这种人会有评价音乐好坏的耳力和思想 第二类人是被短视频摧残得很厉害的人 我很理解大家讨厌短视频 讨厌短视频音乐 因为我观察到的喜欢看短视频的这类人 一般看短视频的习惯就是看几秒滑走看几秒滑走 这种类似于养殖厂里饲料机械一样的消费机制所未养出来的观众 他们也只是无意识地消费这些音乐 无意识地传播这些音乐而已 就比如说在地铁上公放这个曲子的人特别特别多 不管你是否是这个曲子的受众 你都必须被狂轰滥炸 我也很理解各位对这个曲子为什么有这样的乐品 不过貌似还有音乐从业者对这个曲子有很大的意见 因为我对中文流行音乐的从业者也不是很熟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流行音乐的评价到底是基于一个什么标准 这个毕竟是各位在忙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评价 我是一个和现行中文流行音乐彻底断代的音乐作者 我也不是李红浩的粉丝 上一首他的曲子我听的还是我想当李白那首 如果不是被推流到面前 我基本不会主动去听这些中文歌曲 我从初中开始起就一直在听欧美日韩的曲子 尤其是日本的色谷系 从那以后的成长过程里 我很少听国内的流行歌曲 这对我的音乐道路 对我的音乐神秘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我会比较在意和弦编曲音色等等 这些不怎么被普通听众 被非做编曲音乐从业者重视的东西 以我对国内流行音乐残存的一些记忆 貌似很少有人会在歌曲里面做很多的和声重配 使用七和弦以上的复杂和弦 更不用提乐器演奏 清一色的都是成人抒情八月 只强调氛围感的 大多数关于苦情情景的小编制音乐 正是国内的主调 我已经听这种音乐听得太腻 乌梅子酱吃起来肯定是要比那些 弹竹跟鸟味来的曲子甜很多的 开头的第一个和弦就抓住了我的耳朵 这是一个slash和弦 跟音是D A调的四节 从跟音上来看 它似乎是一个下属功能的和弦 国内的作编曲因为长期受斯波索兵的薰涛 所以可能不理解为什么 第一个和弦可以用下属功能 并且还是个复合了鼠三和弦的复杂和弦 就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和弦的构成音其实是鼠七和弦的第三转位 但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通常是主 下属 属 主 这样的和声进行 在这个乐曲里面居然是鼠和弦被放在第一个 替代掉了原本的主和弦 从这一点上大家就可以看出 传统和声学并不是什么金科玉据 在这里我可以引用Jacob Collier的说法 和弦的连接本身是自由的 甚至功能也可以相当乱来 任何和弦之间比较重要的实际上是 voice leading 也就是声部进行 在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能的 并且我很欣赏这个和弦带来的听觉的感受 比起稳当的主和弦 这个和弦被放在开头有点像回忆过去浮游的朦胧感 我很喜欢的一个乐队killing 在他们的再会里也是这样的用法 众所周知 鼠和弦用在半中止和进行中间会比较多 因为它的构成音 每一个都迫切的想要解决到稳定音级上 所以我也很期待它下一个和弦要解决到哪里去 让我对接下来的曲子产生了期待 作曲方面 旋律因为别出心裁的和声进行也变得很特别 第一句就有很多的弦音 从旋律音的选择上就比所谓的口水歌曲要多很多 第二句的大七度这样一个巨大高低差的旋律音程 刚好是配合在七级上开始的related to five 我很中意这部分 从这些很小但又是歌曲主体重要的一部分来看 实际上这个曲子还有很多值得各位大作批评的同行学习的部分 我不能在这个随意录的视频里展开来说 但我认为口水和商业化云云大而化之的这种话 不该是音乐从业者口里说出来的 听众菜你为什么跟着听众一起菜啊 我很期待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曲子唱 因为我毕竟视野也有限 欢迎各位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